好,開始錄影 講解 第五張很多齁 有 第五張在漢間 一張可以來,一張做錢 老師講嗎?你們邊講邊聽邊操 好,全部講 看看能不能在三十分鐘之內講完 把他兩個禮拜的課 把他講完 讓我們專心講完 好不好 好 好 第一個 漢間,有沒有看過人家叫漢間 有 漢間是會亮亮的 漢間英文叫 Welling 好 漢間又叫熔間 因為有 漢料會融化 木材 有的會融化,有的不會融化 所以漢間叫 有的會融化 有的會融化 漢間的分類 我們依照接合原理來分類 有分這幾種類 溶接 壓接 蠟接 溶接可以分為 氣體漢接 電狐漢接 電狐漢接 電狐漢接又叫電漢 所以這個狐可以不說 再來 壓接可以分為斷漢 電阻漢接 這兩種 你知道分類就好 考試知道分類就好 好不好 其他內容自己細看 蠟接 也是其中一種 依照接合原理漢接的第三種 OK 依照接合部位 的物態 做分類 就是接合部位那時候的物理狀態 來分類 可以分哪幾種呢 固態漢 固態 固態 固液態 固液態 所以有可能固態 有可能液態 有可能液態 有可能固態液態 都同行存在 OK 再來 依照暗接能源分類 看看你能源 是怎麼提供的 第一種 電磁能 電磁原理 產生能量 機械呢 機械 無非就是動能 對不對 再來 再來就是 這個微能 動能 好 這些 化學反應呢 等一下會介紹 有個詩 舉例啊 你看 我找一個化學反應 這個 鋁粉氧化鐵粉 兩個粉末 融合在一起 加熱 融化 這是會產生化學反應 這叫化學反應 潔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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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焊接方法的現況還有趨勢 使用最多的是這三個 各位同學這要知道 第一個 電無焊 也叫電焊 所以你們常常聽到電焊 你看看 第二個 氣焊 氣焊等一下會介紹 這個就是像氣焊 這個東西叫做火口 又叫火嘴 火口 叫火嘴 這個氣焊 常常看過 有點像 你們去烤肉 你們去烤肉 不是會 拿那個噴槍嗎 但是這個 有點像那個 那個叫氣焊 使用最多的還有電阻焊 這三個焊 你要知道 使用最多的這三種焊 OK 好 接下來 我們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叫做焊 或者叫氣焊 怎麼寫這樣寫 焊 焊 或氣焊 這個東西就是氣焊 你們常常看到的那個焊頭 但是這個叫做氣焊 又叫焊 這部分有包含三個部分組合成 前面這個叫火口 或叫嘴口 對 或者叫火嘴 前面 中間是混合式 這個火口 或叫火嘴 只有一個孔洞 如果有這種的 這種這種叫做氣切 也就是 太過去 它兩塊金屬板會分開 兩塊金屬板連在一起 這叫做氣焊 這是氣焊的火口 或叫火嘴 中間這裡是混合式 混合什麼 混合兩種氣體 一種是陽蟻圈 或一種是氧氣 等一下會介紹 所以你需要兩個調節法 一個調節 陽蟻圈 一個調節 兩氣 我們說最後這一塊 叫做聚餅 聚餅 所以整個東西叫做 泰聚 或者叫氣聚 知道嗎 好 一般 你去看到氣焊 前面這個管子 也就是火口 火嘴 是用銅鵝金做的 銅鵝金做的 希望你們下一次去看人家氣焊的時候 你去看一下 人家那個火口火嘴 是不是銅鵝金 它會有一點黃色 黃色 紅的 天色 這樣知道嗎 好 接下來我們講我們的概論 我們現在來講第二部分 就是有關硬漢跟軟漢 硬漢跟軟漢是什麼不一樣的 第一個 軟漢又叫做席漢 在我們這節課的時候 上學期我們不是有拿那個漢腔 漢席 有 我們是拿印刷電路板 或叫麵包板 漢街那種東西 那種就是軟漢 軟漢的溫度高 在430度以下 也就是華氏 800度 以下 所以軟漢 溫度比較很高 硬漢又叫辣街又叫同漢 溫度是在430度以上 也就是800度 F以上 你們要記得數字是430 OK 所以你看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裡面 有玩過漢席 那個用的是軟漢 溫度比較低 430度以下 比較安全 我不可能在我的實習課裡面 讓你們玩硬漢 嚇死了 430度以上 很危險 知道嗎 那軟漢或叫洗漢 老師要介紹這一塊 第一件事情 我們軟漢的時候 我想問你們 我們在漢街的時候 我們麵包板人會融化 沒有 對 所以 漢料 會融化 也就是這個漢席 但是 漢劍會不會融化 不會融化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的 所以軟漢 漢料 融化 漢劍不融化 知道嗎 我們常常用它來漢些什麼呢 電子零件 金屬鑼板 電子零件 我們就會把它漢在印刷電路板上 上水旗有玩過 我們班這一組有做什麼東西 你還記得嗎 電燈 乾硬式變燈 對不對 對 再來 漢料又叫漢條 我們軟漢用什麼 用的是漢錫 漢錫本身是錫鉗合金 錫是一個軟金屬融點 一 鉗 摸起來有點像鉛筆 所以你手碰過那個漢錫 有沒有覺得有點髒髒呢 有 漢錫在這邊 對不對 你手去摸摸看 你手會有點摸 因為它是錫鉗合金 這叫做漢條 都叫漢料 漢劑呢 有時候漢劑有人會用一個東西來協助你把它漢 這叫漢劑 漢劑的功能呢 是去除洋霸物 因為有時候我們上面的金屬 面包 面包 也就是 印刷面包板 印刷電路板 上面不是有這個金屬銅片 上面會有氧化霧 有氧化霧 有氧化霧你就會碳的不是很暈 這時候 我們會用 碳劑把它去除氧化霧 因為我們上學期沒有用這個工作 所以你們不知道 正常來說我應該會去買一個東西叫做松香 來幫助你們弄去除氧化霧 知道齁 松香有一個好處 它不會腐蝕金屬 也不會腐蝕你的面包板 但是在我們工業界呢 我們不會用松香 因為它的去除氧化霧的功能沒有那麼好 在工業界我們會用氯化芯 氯化芯容易 氯化芯怎麼製造 氯要用HCL也就是鹽酸 也就是我把芯丟到鹽酸裡面 就變成氯化芯 那個東西可以來做為焊劑 去除氧化霧 這樣讓我們焊接的時候比較順利 這樣OK齁 好介紹完軟按 也就是上學期我們也玩過的東西 老師來介紹硬按 硬按剛才有說過 它在430度C以上比較危險 所以我沒有在我們的課程上用 硬按常常用在什麼地方 請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硬板 我問班上最優秀的女同學 蔣子喬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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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畫這個圖 你不知道 菜刀 菜刀 對 誰說菜刀 哇 蔣子喬已經被他們頭畫了 自身已經從100變成50 這是不是菜刀 對 紅漢 或者叫硬漢 我們就用來常做菜刀 把你這個菜刀的刀片 炭泡物刀片 焊在這個刀炭缸的刀法裡 知道嗎 哪邊的菜刀最有名 金門 子彈做的 子彈做的 金門為什麼有很多子彈 炭彈 炭彈 金門 823 炭彈 再來 汗量 請問硬漢的汗量是什麼 溶點會比較高 對不對 因為它不像軟漢嘛 溶點比較高 最常用銅 和 金 所以我們是用銅和金融化 把它黏在一起 知道嗎 再來 焊氣 去除氧化物的那個焊機 我們會用銅沙 也就是工業介紹 我們用硬漢的話 我會用銅沙 銅沙本身是一種白色粉末 是一種很好的防腐 銅沙可以用來做玻璃的原料 因為防腐 所以有些不肖商人 就會把銅沙攔到 貢丸裡面 所以貢丸 有的不肖商人 裡面會放銅沙 可是吃下去對人你好不好 不好 所以下次你們看那種貢丸 怎麼一放可以放一年都不會壞掉 你要小心 可能放銅沙 吃越多銅沙死得越快 知道嗎 那你們知道銅沙這類的東西 講完軟漢硬漢的不一樣 我們現在講氣漢 剛剛在哪邊有講到氣漢 溶接這邊 就是氣體漢接 氣漢基本上 因為要把兩個東西黏在一起 氣漢這個氣體 一般氣體做不到 我們會用兩種氣體混合在一起 一種是自然的氣體 自己可以燃燒喔 一種是助燃的氣體 自然的氣體有什麼呢 清氣、乙缺、天然氣 這三種 助燃的氣體就是氧氣 我們空氣中的氧氣最多 氧一代四 所以空氣中的氧氣佔五分之四 講錯了五分之一 氧氣佔五分之四 所以大自然空氣中的氧 是最好的助燃氣體 那請問一下 我們常常有這三種自然氣體 哪一個最常用 乙缺最常用 乙缺最常用 所以我們常常講的氣漢氣漢 氣體漢接 最常講的就是指洋溢乙缺 也就是洋溢乙缺 是最常用的 乙缺怎麼製造 注意聽 乙缺就是電池再加上水 它會產生熱量 就會產生乙缺 電池叫做什麼東西 因為我這東西也碳化蓋 有沒有剛剛說電池 沒有 你可以去買材料買電池 小時候老師 有同學很調皮 買電池 馬桶不通 把電池丟到馬桶 不是有水嗎 馬上發熱 不 好在沒有人 坐在馬桶上面 電池加水產生熱量 燃燃燒 你們可以去買電池試試看 電池丟到水裡面 電池怎麼用你知道嗎 有的人捕魚喔 水把電池加水它會發光 魚有驅光性 就這樣做 電池裡面 這買得到 再來 氣汗 燃燒這兩種氣體 對不對 混合在一起 就這邊嘛 所以你看這個 這叫混合式 有沒有 就從這個火口 或叫火嘴噴出來 欸噴出來的火煙有三種 對不對 絲絲有三種 拿三種 來 來 冠生 絲絲有三種 哪三種 咳嗽又絲絲 咳嗽又絲絲 趕快又絲絲 B3B1眼有絲 對 B3B1眼 對 要把那個 冠生他也知道 不是說 火煙有三種 欸這個很重要喔 一種叫還原驗 中興驗 氧化驗 我先跟你們講這個東西 他們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氧跟那個乙缺之間的比例不一樣 你猜喔 氧化驗 你這麼記啊 氧化驗有一個氧 所以氧比較多 中興驗 中 表示中等 表示氧氣跟乙缺一樣多 中興驗又叫標準驗 知道 再來 還原驗 顧米思義 人家氧化驗是氧多嘛 還原驗就是一種缺越比較多 這樣去記你的方法 這樣記起來 再來 接受它火焰的長度還有顏色 來 氧化驗 因為氧氣比較多 氧氣燃燒 越多 它的火焰就是藍色的 你知道嗎 你們家瓦斯爐 把它們放會不會煮菜 會 你們家瓦斯爐 點起來 請問那火焰什麼顏色 藍色 藍色的 表示你們在空氣中 氧氣比較多 OK 那叫做 爆料 來 請問你們在瓦斯爐煮菜 那個火焰有沒有很高 沒有 這邊就在那 這樣在燒 就像煮火鍋對不對 所以是 突然火焰藍色的 這是氧化驗 如果你是還原驗 哦 體缺比較多 這下就猛了 這下就很猛了 火焰就會變得很長 而且顏色會變成白色 發出白色亮光 這就是很猛了 請問你在家裡煮小火鍋 火焰有變白色嗎 沒有 如果是這麼大的 嚇死了 我們不會動到還原焰 中性焰的長度在中等好近 中性焰沒有顏色 哦 沒有顏色 因為我們是中等 中性 中立 我無黨 無派 對不對 隨便是顏色 這樣去記 再來 這裡介紹 漢聚 也就是器具 剛才有講話 這三個地方 組合起來就是 漢聚器具 漢聚器具分為 冷壓式還有射吸食 冷壓式呢 是我們最常用的 射吸食 你とても 什麼東西要射 什麼東西要吸 你猜 射什麼 射氧氣 吸什麼 吸乙圈 把氧氣高速射出去 形成真空乙圈吸進來 這色系式 色系式比較少用 等壓式就是這種常用 知道嗎 所以老師這裡有寫 焊具又是器具就是火腿加混合式 再加這個聚餅 知道嗎 食用的時候就是這樣混合 食用這樣只是聚餅 他要接一個管子 要接到乙缺的瓶子 要接到一個氧氣的瓶子 對不對 介紹 乙缺氣瓶還有氧氣的氣瓶 現在注意看 乙缺的氣瓶 因為乙缺一來 會自然的不穩定 我們會用餅頭 溶解乙缺 讓它穩定下來 所以乙缺的氣瓶裡面會放餅頭 有沒有聽過餅頭 有沒有聞過餅頭 餅頭是一種非發性的氣體 不好聞 有時候裝潢會有用到這種東西 乙缺氣瓶外面會塗成紅核色 為什麼 因為警告你這個東西會自然 所以用紅核色 紅色就是警告 管子 管子我會用紅色 管子的接管也是紅色 所以乙缺氣瓶是紅核色 管子是紅色 都是警告你 只要紅色管子這個 危險會自然 自己確認 接管 顧名思義就要接頭 接頭他會左螺旋 比較少用 對不對 一般是右螺旋 所以氧氣瓶的 氧氣的接管 會用右螺旋 乙缺比較少用 比較危險 我希望同學朋友在用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打開 所以他反而設計師 左螺旋 再來 氧氣瓶外面塗成黑色 對不對 為什麼氧氣瓶要塗成黑色 氧氣是塗滿的 對不對 黑色感覺比較低調 對不對 幫助人家自己不塗顯 就塗黑色 所以黑色瓶子就是氧氣瓶 你們剛有看過 去醫院有看過 醫院護士 要急救 他就端一個黑色瓶子 那那個肩管是綠色的 對不對 氧這個東西是我們喜歡的 有氧病動 對不對 就好像接觸大自然 有綠色的感覺 希望的感覺 所以管子是綠色的 接頭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幼乎的旋 這樣OK 好 介紹這個完了 最後你們在點這個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有那個火嘴火口 就有火對不對 我們先來講這個技巧 技巧就是齁 你兩塊板 這裡有兩塊焊材 中間我要把這兩塊焊在一起 對不對 這就是火口火嘴 有沒有看到 有兩種焊法 一種叫前手焊 一種叫後手焊 什麼叫前手焊 前 目明思義就在前面 什麼東西在火嘴的前面 焊條 所以我們是這樣看上去的 這是焊條 這個是焊 火嘴火口 是這樣 如果你的焊條 或者是焊料 是在火嘴後面 我們叫後手焊 是這樣 前手焊 我們會用焊 比較薄的焊材 也就是兩片是薄板 我會用前手焊 如果比較厚的 我會用後手焊 知道嗎 怎麼進 請問 冠身 你的前女友 是你分了他還是他 分手 不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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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情 你就是薄情 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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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薄情 不是 你是薄情 一般前女友 或前男友 都是感情淡毫 才會分手 對不對 蔡子橋 對不對 分手就是感情淡毫 蔡子橋 前男友前女友 分手就是感情淡毫 看到沒有 薄的板材 用前手焊 後的板材用後手焊 講完 好 焊完之後 我要關 關這個氣瓶 對不對 怎麼關 各位同學 你要先關這個氣聚 的東西 再關氣瓶 知道嗎 你要先關這個 再關這個 先關氣聚的氣 法 或者是火嘴氣聚 或漢聚的氣法 再關氧氣瓶 還有乙缺瓶的氣法 知道齁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先關了 蔡姓平正管之後 還有殘存的 比較危險 知道嗎 你應該先關前面的 再關後面的 好 哇 講一半了 我擔心可能等一下會講不完 我現在就去講 我怕 打中 好了 接下來講氣切 或者叫氣切根 這裡所謂的氣切可不是 像你抽菸 像那個肇事你會抽菸 上次我跟他講 抽菸後來就是肺癌 死掉 肺癌前期就要氣切 因為他呼吸不著風景 氣切從這裡 我講的氣切根 為什麼是這個氣切 是 利用這種揚蟻圈 你可以看 也可以把它切割 這種叫氣切 好不好 拿錯了 我們先講到這裡 現在剪菸我們繼續講 還是我繼續講 我繼續講 好 我們打掃 我們打掃繼續抽 好 氣切 不是 氣切 或氣切割 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都是用揚蟻圈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他的火嘴孔 或者叫火孔 在這邊 你看喔 這裡叫做氣汗 對不對 裡面只有一個孔 但如果你是氣切的話 你看看 他有兩道出口 中間的是噴出氧氣 外圍的噴的紅色的是噴蟻圈 這樣OK喔 那我們空氣是不是在最外面 所以外面空氣有氧氣 中間是蟻圈 裡面是氧氣 剛好把乙圈包在中間 這樣可以使乙圈燃燒完全 這樣就可以產生高熱 就可以切割鋼板 這樣OK喔 來 那這個有什麼東西需要你要知道呢 所謂氣切的原理啊 就是他原本外面有鋼板 對不對 我利用這個氣切 也就是氧氣圈燃燒高熱 讓它融化 融化還不打緊喔 這時候我用噴出來的氧氣 把它吹破 吹開 所以這樣我們就產生裂縫了 你知道嗎 也就是剛反融化的氧化點 變成氧氧圓在中間 這時候氧氣把它吹掉 就是造成切割 那這裡有一個東西你需要知道 因為我在點氧乙圈的時候 也就是氣切割的那個火嘴孔的時候 哪顆要先點哪顆後點 這就很重要了 來老師這裡有寫 你要先點乙圈 乙圈比較危險 你要先讓它燃燒 然後你再打開氣法 打開氧氣 再點氧氣 懂不懂 所以這個氧氣 就像剛才老師講的 它就是會高壓噴出 把融化的氧化點吹掉 這樣你鋼板 板材材清割開來 這樣OK喔 再來 中間噴出來的氧氣 它會跟你的弓箭厚度成正比 如果你今天切割的弓箭厚度比較厚 想一想 融化的氧化鐵一定會比較多 這時候你裡面的氧氣噴出來 就要比較大 所以兩者跟弓箭 還有氧氣的量會成正比 這樣知道喔 所以它的氣壓 氧氣的氣壓會正比弓箭的厚度 弓箭越厚 氧氣的氣壓越大 那你會說老師 那乙圈的氣壓 有沒有忽大忽小 沒有 乙圈的氣壓穩定運送 所以我這裡寫固定氣壓 也就是外圈 乙圈的氣壓是固定的 我們叫外圈 繼續講 電汗 電汗就叫電骨汗 剛才這邊有講到齁 它是屬於熔接的一種 電骨汗 電骨汗 什麼是電骨你要先知道 電骨摸不到 電骨有點像閃電 電骨 它本身就是大電流 小電壓 存在於一個 離子化氣體裡面 產生了一種放電現象 叫做電骨 電骨摸不到 它像閃電一樣 它是一種放電現象 好 再來 那你說這個電骨的長度 跟 這個有什麼關係 跟電流有關還是電壓有關 因為它是大電流小電壓 所以我們不改變的就是電壓 電壓越大 電骨越大 所以他們之間是成正比的 我再講一次 電骨也就是你放電的那個 閃電越大 你的電壓就越大 這個比較容易想像 不過你要有一個概念 它基本上是大電流小電壓 對不對 如果你國中的學過V等I V是小 電流比較大的話 那中間的R就要小 對不對 你自己去算 這之間很分析 再來 如果你是電焊的話 它電極可以分為兩類 一種是消耗性電極 還有一種是非消耗性電極 消耗性電極 電極會越用越少 必須要補充 哪些是消耗性電極呢 請看 我現在這邊 碳 純碳 烏 烏 烏是一種金屬 用在你們燈泡裡面 純碳它就是石墨 再來就是電極器 所以非消耗性電極就是這幾種 這碳 石墨或者是烏 它融點很高 難怪不會消耗 有沒有 電力器就是所謂的電極 什麼是電極 電極有點像是 你有沒有看過電極電視 電極就是電子在真空裡面 一種現象 加熱的現象 給它能量的現象 比如說你們日光燈 電子在真空裡面跑 這種也是一種電極 OK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繼續擦喔 我們繼續擦喔